好 我們看題目 它現在方程式 連力不等式是 y-s加b y-s加d 這題目並沒有給你方程式的數字 這都位置數 它但是有給你圖 圖的範圍是 位置的部分 但它的題目 它有給你座標 2330-10 所以其實它是給你點的 所以這邊的話變成說 它是給你的 點的關係 這兩點可以把這些方式找出來 同樣的我可以把另外兩條 所以這題其實你先把這些方式找出來 然後在圖裡面去比對 所以你看喔 對於這個灰色來說它是紅色的左邊 所以其實我第一步看到這邊 我們可以先把 把那個紅色方式找出來 所以我們先把它當作 用 跟3 豆點0 我們把這些方式找出來 OK 好那這邊的話咧 我們 如果你方式不熟的話 我們就代點點4 我們假設這個當點嘛 就是讓我已知的 所以y-y0 等於 x-3 然後這斜率我們在旁邊清算 不是3-2嗎 是1 然後0-3是-3 所以我們點字帶出來的話 就變成y-3x-9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可以把紅色弄出來 那另外一個的話咧 題目還有一條線是不是在旁邊 它也給你 所以等於說這個咧 給你2-3-1-0 一樣我可以利用另外這個 把這兩點 直接方式找出來 所以-1-0 然後-2-3 所以它再找出來的話 這時候就可以選什麼 一樣我就帶點斜式好 y-0 等於斜率乘上 x-1 好那這邊一樣斜率 這邊2-1 所以是3 然後3-0是3 所以我們把它展開 就變3的s加1 好 那我們現在有這兩個的話咧 再來喔 現在要判斷 這條線的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給等號 可是題目是不是不等號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 在下一步 轉成它這個東西 到底是等號不等號去做 就是 那我們看圖 對紅色來說它是小於0 所以在這邊的話咧 我們把它寫成不等式的話 寫比較習慣的形式 應該是3s 等一下 這邊我們先不用3s 好那我們這邊先直接看斷 反正左邊來看的話 你看喔 這邊如果把 我要左邊嘛 所以它要小 所以這邊的話 你要左邊的話 我們看喔 這個0-0 是不是在這個紅色線的附近範圍 是不是 如果我們先不管藍色 其實如果以紅色來看的話 是不是左邊都算 你看喔 這邊來說應該左邊都算它的範圍 所以應該都算是 所以我們把0彈去的話 是不是0 等於0加9 所以這邊要符合它 0-0彈去是成立的話 其實 我們改寫成不成是應該是怎樣 這邊0彈去 你要是對的話 是不是0 跟0加9比大小 其實這邊應該改是什麼 改小於才對 所以它其實寫出來應該是 0小於等於3加9 好 那另外一個的話 這邊 這個是 y跟 s加1 你看喔 對這個 現在我畫藍色的線 是不是它要右邊 那右邊的話 你看0彈去是不是要成立 也是要成立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所以在這邊的話 不對啊 不是成立的 因為我要左邊 所以這個0彈去是不成立 所以如果這邊把0彈去的話 你看我把0彈去 原點是不是在這邊 0,0在這裡 0彈去的話 是不是0等於0加1 那 正確來說 是不是0應該是小於等於 應該小於1才對 所以應該帶小於 可是我又不成立嘛 所以把它改成什麼 大於 s加1 好 那寫出來以後 是不是就有兩個範圍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式子 應該是我們小於等於 應該是上面的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什麼 這個答案應該是我們要的A 應該是我們要的A 應該是我們要的A 那這是我們要的B 那這個咧 就是我們要的C 就是E的意思 就是C 那這個也是我們要我們的D 所以ABC都有了嘛 所以這邊應該說它是-3 加上9 減掉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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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所以這個答案是9 減掉了5 是4 好 所以這個答案 4